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尽请关注 有消息称,以色列准备给自己的军队装配这种民间商用的无人机呢,民用无人机也可以进入军队了吗? 众战友且随着虎牛来一起看一看 根据战场上的不同用途,无人机也被设计成各种不同的类型,有专门的侦察型、战略巡航型、攻击型以及执行一些特殊任务的微型无人机 而以色列陆军购入的这款中国大疆无人机,只是一种普通的商业无人机,并非专门的军用 战友们倘若也有兴趣,网上下单即可 然而很快,以色列就有消息传出来说,这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过渡,很快就会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以军目前的窘境 之所以会这样,说到底还是民用装备和军用装备 不论是在需求和设计上面,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是无线电评断问题,为了方便管理,规范无线电的使用 民用无人机的评断被限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 不但十分容易被检测到,还很容易被干扰 而军用无人机则没有评断限制,设计要求也要尽可能地不受到外界干扰 其次是航程和航时 民用无人机一般的航时仅仅只有几十分钟 航程也大多都在数十公里内 有的甚至仅仅只有几百米 这点航时跟航程,在战场上连自己的控制地区都飞不出去 升空后的作用恐怕也就是给自己拍张照了 而军用无人机在这两方面的要求却非常高 例如我国已经开始量产的彩虹五无人机 航时长达几十个小时,航程更是有几千公里 超长时间的航时与超远的航程 才能在战场上有更多的时间,更大的空间 来完成战场任务 再次是无人机的载荷能力 民用无人机的载荷能力有限 大多数也就搭载个光学相机 而军用无人机能搭载多少枚导弹 那就有多少战斗力 因此一般都要求越打越好 就算只是进行侦查类的军用无人机 其载荷也要求能够搭载起各类光电或者红外设备 远远超出了民用无人机所能提供的范畴 最后是可靠性问题 几乎无论什么军事装备 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 一定要有足够的可靠性 无人机也是一样 不但是在一般环境下要有足够的可靠性 在高原 山地 沙漠等其他恶劣的自然环境下 也要有足够的可靠性 在这方面 民用无人机也远远难以达到军用无人机的标准 所以即便以色列暂时给军队装备了大疆无人机 也应该只是一个过渡 就目前来看 民用无人机还远远无法满足军队的要求 而除此以外 无人机还有一个大新闻 近年来随着我国空军老将尖六的推议 一些外媒甚至是中国自己的一些媒体 对数量庞大的尖六归宿充满了猜想 这其中有一个说法就是 将尖六改装成无人机继续在部队服役 然而对于这一点 菲菲其实并不太看好 先不论尖六是否具备改装成无人机的条件 仅仅是改装的这一大笔费用 成本上是否划算呢 即便是如同某些人所说 改成廉价的自杀机 用来消耗敌方的导弹什么的 甚至一旦能命中目标 就赚了一大笔 这仗可不是这么算的 首先 未来的战争究竟什么时候展开 没人知道 那么没有战场归宿的尖六 被改装后是不是会浪费呢 其次 根据我军时刻准备打仗的要求 意味着尖六必须得处于战备状态 这样一来可是需要一大笔的人力物力 来维护和保养的 各种设备的检查 维修更换零件 需要大量的地勤伺候 空军那几千架 至少也要编组50个剑机集团和场战的人力 仅仅一项就得七八万人 还得是训练有素的空军地勤 这代价也太大了 除此以外 还得占用宝贵的生产线 专门为六爷提供零部件 占用一批技术人员维持这条生产线 把这些宝贵的资源去维护 生产些歼10歼20 岂不更好 更别说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了 几千架六爷 光刷油漆 只怕都是比庞大的开支 而且服役时间越久 可靠性就越差 战场形势复杂多变 一旦到了紧急时刻 需要六爷出马的时候 谁敢保证这位老将还能犯否 万一弹在机场上怎么办 因此将六爷改为无人机 从成本上来说根本不划算 我国的彩虹无人机在中东大卖 可是让西方人十分眼红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后回复彩虹 了解更多详情 新的战场还是交给新的年轻机去完成吧 六爷安安稳稳地退休就好 曾经我们购买过以色列的装备 有些甚至求而不得 而今以色列也终于开始拥起了中国货 即时只是暂时 可今天的暂时 距离明日之长久又有多远呢 向我们优秀奋进的科研工作者 还有我们战斗在一线的技术人员致敬 视频看完了 杨阳为大家推荐一款好玩的无人机游戏作为福利 游戏中玩家将操控一架无人机去摧毁目标 游戏3D效果出色 配乐精彩 巧妙的设计 多样的操作 都值得您一探究竟 请打开手机运用市场搜索迷彩虎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体验遥控无人机的乐趣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贝贝 在微信搜索公众号 迷财堵回复虎妞加菲菲的个人微信 让我们一起玩游戏开杯 愉快的玩耍吧 不见不散哦